今天我要去奉险啊 给大哥去送一块手表 这个大哥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去年的时候 给自己安排了一块30多个W的 全金劳力士水泥灰 今年估计又赚到大钱了 直接安排了一块40多个W的 百达斐力首雷5167A啊 没有人能拥有百达斐力 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由于这个大哥实力太过于雄厚 不方便出镜啊 我只能在这里教一下广大网友 假如你也入手了一块 40多个W的百达斐力手表 我们需要注意哪几个重要步骤 第一步 我们检查一下手表的附件啊 一个盒子 一张保修卡 是钢琴烤漆的材质啊 石木盒非常重 而且外面有一个布包裹起来的 下面是一本说明书 打开这个盒子 里面是一块手表 一共有四大附件 第二步 我们需要查验保卡上的信息 以及核对保卡和手表的序列码是否一致啊 百达斐力的保卡是一张纸质保卡 大小跟A4纸一样大啊 保卡上的内容 上面是它的型号 5167A-001 这一行是手表的序列号 第三行是手表的机芯的型号啊 下面这里是手表的出柜日期 23年11月16号 以及它的出柜地 新加坡 百达斐力手表的序列号呢 跟其他的手表不太一样 它的序列号是刻在机芯的甲板上 在这个甲板的位置啊 7653开头的 然后和保卡上的第二行对起来啊 两码一致就OK了 第三步我们要把这些膜呢 取下来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外观 这里有个知识点 假如你入手一块未使用的百达斐力 胶带款的手表 那么胶带的顶部这个位置 一定是没有剪刀剪过的痕迹的啊 假如外观检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第四步我们要学会调节时间 因为这一块表是大哥的表啊 所以我们不方便把它取下来 我就用店里的5711去替代 两款的机芯型号都是一样的 调时间也是一样的 手表的靶头先往下拨 拨到最后它会跳出来的 因为它这个靶头的结构啊 是旋路式密地靶头 然后我们拔开第一个档位 往上拨是调节日历的 我们看到三刻度的日历窗口啊 它会跳 往外再拔一档 往下拨是调节时间的啊 我们可以根据当天的时间去调节 调完切记也是一样 往里往上给它锁紧啊 第五步啊 我们要试一下这个大小啊 我们要把这个表量好以后 把多余的胶带用剪刀啊 给它给咔嚓掉啊 一个表主一个尺寸啊 只要你记住这五大步骤 以后你入手百搭毁力 再也不用担心了 我们现在出发给大哥安排送货 已经来到了风险啊 到了大哥指定的地方 现在去找一下大哥 大哥大哥 这个外观 检查一下吧 你帮我看过了 我帮你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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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这里不方便拍摄 我们还拎了一袋回来 我的天呐 四十多个W啊 都重视了 人见人爱的东西 回去吧